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来找我夫人 活你的是吧 没办法 你老了我也是被迫的 你 去 把夫人给我找过来 是 老爷 主公 刚才有个小乞丐 送了张准桃过来 说是给您的 吃点 杨林这个含糊 怎么还能送人头呢 怎么了 这是爱风的字迹 嗯 没错 从徐虎传来的 那我们快去救人吧 这杨师爷细皮嫩肉的 打伤了我多让人心疼啊 老爷 我怎么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啊 上一边去 来 你来告诉我 他大半夜来找你到底干什么 我 我也不知道啊 再说他来的时候 我不是在跟你睡觉吗 老爷 说 你到底来干什么 我实话实说了吧 其实我是来找徐老爷的 是为了商量 对付贾县令方案的 你少他们给我扯淡 一开始说来吃夜宵 后来又说找我夫人 现在来说 找我商量对付贾县令的 你玩我呢你 不见棺材不落泪 来啊 来啊 给我好好伺候杨大人 是 走 站住 你还记得杨颜吗 走 杨颜 沧海县的杨颜 没错 杨颜一家当年不是被灭了满门吗 你是何人 我 就是杨颜之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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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可以直接进去的 要懂规矩 等府定通报吧 不过 我们进去之后又说什么呢 这个 有人帮我们想好了 你一会儿去趟徐府 一是确定艾峰和杨林的安危 二是看艾峰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带会 嗯 知道了 如果到时候徐宁起疑 你就说去吃早餐 大哥跟艾峰是固有 如果有需要可以让大哥先占徐宁 唆使他们来县衙接穿我 相信徐宁 早就想置我于死地了 江公子江小姐有失远迎 失敬失敬啊 江公子昨日刚到高崖县 今天就到我府上来 真是受宠若惊啊 徐宁外 消息很明通嘛 高崖县也不大嘛 不知今日二位前来 所谓何事啊 我是来吃早饭的 徐府早饭真不错 前面调皮给徐宁外添麻烦 不麻烦不麻烦 我这就通知夫人去准备 不用了 我自己去看夫人准备了啥 我是来找艾峰的 艾大人 不是在县衙吗 县衙里那位是真是假 徐宁外应该心知肚明吧 我还是未能和美邦导阴 那位是真是特别视觉 你自己走到我 又我们一起去看夫人准备了 我都起了 你一个房子 你tak个我 在唯一觉 你这么起来 知翘曹县 你不再来 浮生太短 路太远 缘分续干燥 就像那只刀花 开的分外号 却等不到 寒泪数瓦 就已悄然变老 卷剧墨灯小花圆瓢 红尘 总是满满无忧而起 旧细雨 浇湿手艺 颠簸一句话 来了缘起 你说往昔 我谈故意 便请释放层之地 便当读书 副作片片两意